什么吃啊住啊什么各方面的话都是挑战 每天都是挑战 我叫法比奥是来自意大利 在中国呢时间比较长 第一次来是1985年 我原来学的是中国古代历史 很多年我一直都在考察中国的这个有没有 做户外运动做滑雪的一些可能性 最后就是到05年 就是看中了一片区域 那就是张家口的崇岭 那个时候因为崇岭 这个地方也比较特殊 不知道你去过没有 虽然离北京很近 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一个 首先它是一个全国级的这么一个贫困县 它有很多原因吧 一个是当然它的地理 因为它是在高海拔地区 都是在1000到2000米之间的 这个坝上和坝下的 这个中间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 所以它这个不管是农业 还是各方面的话 都是很难去开展 自然自然的什么就比较匮乏 我们当时见这个学长的时候 那个是05年就开始考察 06年就开始见 那个时候北京到崇岭的大交通 那时候就比较艰难 到了崇岭以后呢 那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我们当时选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也没有路 也没有水 也没有电 一张白纸 基本上 这个是它的挑战 当然也是它的某一种机会嘛 但是我就觉得崇岭呢 最大的优势是礼北京进 礼市场进 后来我们也没想到 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申报奥运会 毕竟申办成功 然后就是修这么好的这个基础设施 原来呢是高速公路都没有 基本上只有一段 就是到八大里 开一次到崇岭 也得四个小时嘛 差不多 后来就高速越通越全 那现在就两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以内 也就很轻松的 短路从北京市政心 开车就到了 坐高铁 当然就50分钟了 就更方便 我觉得那个时候 没有人知道滑雪是什么 都觉得滑雪是不是跟滑冰差不多 这个就不光是消费者是这样 包括决策人 就是当时先做这方面的工作 就已经很费劲了 就是解释一下这滑雪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开滑雪场 那滑雪场能带来什么东西 都觉得开滑雪场 是不是跟那个建一个什么体育场是一样的 我说不是 这是一个滑雪其实 或者围绕这个滑雪场 其实是一个度假 那度假它就带来旅游 那就需要吃啊 需要住啊 需要这个买东西啊 晚上可能也有一些休闲娱乐啊 什么的等等等等 所以它是这个带来各种各样的这些商机 这个也就是崇礼县从原来就是现在是崇礼区了 已经不是不是县了 原来是全国级的这么一个贫困县 现在已经不是了 应该说包括整个的这个环境啊什么的改善很多 就是特别明显 到夏天正好也是有记 花啊什么 这个花槽就特别多 特别丰富 也有野生动物啊 然后这林子 因为它有百花林和这个落叶松林为主 所以它植被也是很很丰富的 就光在林子里面走一走 闻一闻它那种松针的那种这种这种香味啊什么的 就特别舒服 我觉得就是下一步的话 还是要更多的去推广 崇礼的这个夏季这个优势 因为它的夏季优势比冬季优势我觉得更明显 冬季它只是针对或者是主要是针对滑雪爱好者 但是夏天的话它没有门槛 老人啊孩子啊什么喜欢还是不喜欢运动都不信 我觉得崇礼已经是一个夏季度假的这么一个 和夏季户外运动的这么一个很全面的这么一个地方 徒步啊什么骑自行车啊什么也有很多赛事啊什么什么越跑比赛啊什么的 每年都搞得也非常热闹 还有一个项目自行车速驾 它正好有这个滑雪的这些设施 这个缆车把自行车和人都来到山顶 然后它就可以滑下来 其实它跟滑雪是很像的一个项目 旅游和文化靠的就是差异化 如果比如说我去东北滑雪 跟去崇礼滑雪 跟去新疆滑雪 如果都是一个味道的话呢 那我干嘛还要对比 还要去不同的地方 我完全可以在就离我这个地方最近的 它就能满足我的要求 必须得挖掘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更深的这种内涵所在 包括它的历史 包括它的这个传统风俗 包括它的这个饮食文化 包括它的这种生活方式上的这种差异 这些才是我觉得真正的留着 它要体验的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那么消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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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